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波西戰爭 Part 2 裴迪匹蒂斯跑到了斯巴達的皇宮 斯巴達國王 他就說 救是一定要救的 波斯呢 是一定要修理的 可是 我們有一個要求 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答應 哎呀什麼要求都可以啦 裴迪匹蒂斯就說 要錢要 女人要地皮都可以 啊我們斯巴達不求這個 裴迪匹蒂斯鬆了一口氣 他問 那你們要什麼? 我們啊 我們的宗教信仰是 我們的神 只准許我們在月圓的時候出兵 其他的時候都不能出兵 否則會受到詛咒的 詛咒 現在 現在是 是神話沒有錯 可是你們的神怎麼那麼嚴苛啊 規定就是規定 斯巴達國王就說 我們已經答應要 救你們了 那約員的時候我們自然會救你們的 那麼 以後的事情再說吧 說完呢 這個斯巴達國王就散會了 裴迪匹蒂斯一點結果都沒有問到 他只好啊去那 他只好回去 禀報這個不太開心的消息 米爾泰迪啊 一想 斯巴達既然 要等到月圓的時候才來啊 所以呢 他只好 把雅典軍隊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是中間 第一部分是南邊 第三部分是北邊 馬拉松平原呢 三面靠山 一面溢水 是一個很好的風水地形 偏偏呢 又被當作戰場 米爾泰迪又嘆了一口氣 他就說 不知道波斯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屍體 埋在這個馬拉松平原那裡 米爾泰迪啊 就說 戰爭開始了 說完呢 帶著第二的 第二部隊的前鋒 一百多個人 衝向了這個波斯人的營寨 波斯人還被一百人啊 打的是 焦頭爛額啊 等到他們仔細一看 有 只有一百人 立刻全力去攻擊啊 米爾泰迪帶領著一百人呢 逃到了這個山上 波斯人啊 波斯人啊 看這個一百人呢 北部隊他就說 呦 要流鼻血了嗎 然後呢 立刻拿出一個那 美女的看板 趁波斯人 那注意力在美女的身上的時候 立刻衝上去砍 北部隊呢 也衝上去砍 這波斯人啊 一下子嚇了一大跳 我就說 有什麼時候 多出這麼多人的 因為一開始是一百人啊 一下子冒出幾千人 當然會覺得多啊 潛意識這麼想 實際上也這麼做 波斯人扭頭就跑啊 雅典人趁勝追擊 南部隊北部隊和中部隊 一下子 就把波斯人給打退了 那這時候呢 大家可能會以為 戰爭結束了 其實戰爭呢 是結束了 不過這是戰役結束 不是戰爭結束 戰爭還沒結束呢 米爾太帝想 嗯 我們的軍隊啊 已經很累了 萬一他再來 萬一波斯人呢 故意散布留言 再來攻擊雅典 不就完蛋了 對雅典城散布留言的話 那我們就完蛋了嘛 所以呢 米爾太帝啊 只好派 那已經受了傷的 腳呢 手啊受傷的這個 裴迪匹利斯 回到雅典城 報告勝利的消息 裴迪匹利斯啊 那 跑過了42公里的馬拉松平原 一下子就 跑過了馬拉松平原 到了雅典城 我們 裴迪匹利斯 大喊一聲 我們勝利了 說完 就棄絕身亡了 裴迪匹利斯 棄絕身亡 但是 波斯人也被趕跑了 但是波斯人的野心還沒有完 波斯人到底會怎麼行動呢 雅典人還有斯巴達人 到底要怎麼抵抗波斯人呢 那就等下一場戰役吧 請見下一份小